如果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這次我們再次回到海恩新城這一邊 去跟大家講解一下 關於這個這麼大型的樓盤 一些你未必聽過的傳聞小故事 包括原來在這個海恩新城裡面 有一條路是由他們的工程人員 是用了一晚的時間起出來的 到底這個故事是怎樣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可以聽我說說 另外也不一定只是一些好的護士 可能有一些關於住住進去這一邊的住戶 可能對這個項目有一點微言的事 我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先說一句 我自己就算剛剛從事這個行業 首次到這個海恩新城的時候 我都被他吸引著 而且整個環境是相當舒適的 在山林和樓盤的一些樓宇之間的整體分佈 以及可能樓渠等等的配合 其實是做得相當好的 這件事我相信是無用置疑的 直白說我自己也是相當喜歡這個項目 可惜的就是我沒有朋友在這邊的業主 我認識的朋友我有去住過的 就只是三鄉雅居路那邊 那邊也不是不好 只不過如果對比起這邊的環境來說 我真的比較喜歡這邊多些 在這裡先分享一下我自己對這個項目 可能說十幾年前 大概是2006年的時候 我是怎麼看的 環境就很漂亮 但是由於這個項目 他本身都是比較多一些港人的度假客 所以最初你經常在閒日過到來 甚至到晚上的時候 其實開燈真的不多 因為可能要星期五六日的時候 才多些少港人的度假客 澳門的度假客 過到這一邊去住一兩晚兩三晚這樣 所以我都說有前輩曾經跟我一起到訪這裡的時候 就說這裡晚上感覺好像十七九空一樣 實際開燈的戶數真的一點都不多 不過隨著時間的流勢 以及居住的住戶本身的背景等等不同了 多了很多本地人會住進去海恩新城這一邊 而上次我們也有看過 其實現時來說 仍然都有很多人在住這一邊的單位 哪怕香港和這邊 封關已經有兩年半時間了 但是很多一些港人退休的人士 另外也都有中山本地人是住進來的 我在這裡也分享剛才我提過的一些小故事 大家都知道其實海恩新城這一邊 都有很多必墅的產品 其中有一個比較靠近高爾夫球場的一個組團的必墅 他有一次開賣的時候 他們當時的集團副主席 也就是老闆娘六女士 就去現場這裡試測 想看一下工程進度等等 另外也要看展示面是否漂亮 但就發現這條路就做得很岩砂 他希望這條路是做得漂亮一點 讓一些真的有意向的高端客戶 如果是開車想去試測別墅的工程和位置的時候 是可以感受上再好一點 所以下令一定要在明天開售前 是做好這條路 而事實上這條路 真的在他們趕工之下完成得到 就是畫面所見到的 位於領峰組團下方的這條路 就變成了一個在他們公司內部 好像傳說一樣的神話 就是在講一晚多一點的時間 他們的工程人員做了一條路出來 但也由於只有一晚多一點的時間 去做這條路 所以實際上看上去漂亮 不過路可能走得多之後 也有機會容易出現質量上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都好 反正這個傳說 在他們公司來講 就好像聖經裡面 魔西將紅海分開了一半 是一個像神跡一樣存在的故事 也可以看到他們的管理層 對於展示面的要求 其實相當之高 我也相信 那條路說就說一晚造成 其實之後也有一些 執修的工程等等有進行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相信那些車 車來車往多幾次 其實整條路都會出現了問題 那第二樣要分享關於這個樓盤的事情 其實可以說是不算是好事 因為就是我聽過一些 早年扣入了這裡 看到漂亮的壺景的一些業主們 反映了就是 發展商為了將壺的壺景單位再建更多一點 就變成不斷地將壺填小了 後來都說不上一個壺了 但是到底 整體面積算不算是一個壺呢 我相信在航拍畫面裡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可以給你一個自己的感受 留言說說你自己是怎樣看的 包括現在你在航拍畫面看到的 前方這些高層的樓宇 其實本身是沒有這塊地的 這裏都是後來填出來的 所以這個壺本身有多大 大家都可以計算到 而且也不僅只填了這塊地 其他附近周邊 都是有一些將壺填了 做平地起樓的地塊 反正我所知道 當年有些業主真的很不滿 因為原先他買的是臨壺別墅 後來前面的位置填了地 再前面建出來的一些新的別墅 甚至乎是高樓 才能夠看到那個壺景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別墅的業主 因為這件事覺得失去了原先購買時候 所望到的一些景致風景等等 而去出售了它的別墅 理論上都是賺錢的 因為當年壺入很便宜 別墅的價值就算你說景觀不同了 但是由於整體的稀缺性等等的因素 加上整個大環境 開箱新城這邊 都是比最初的時候漂亮了很多 所以價錢上都是有帳面的勝負 也有聽過早期購入 望到戈爾夫球場景觀的別墅 賺的幅度是七倍至八倍左右都有 反正這次分享海恩新城這邊 兩個我所知的故事就來到這裡 接下來我相信有很多人關心的 就是這個項目在現時封關 兩年半的情況之下 到底它這邊的街鋪經營情況是怎樣 在海恩新城系列的上集我都已經提過賣了關子 這次Jerry也會帶大家過去看看 雙鋪那部份到底是怎樣 另外這個項目也都是有自建的一間名校 在整個社區裡面 也都吸引了很多一些中產人士 想讓小朋友讀到名校的 是故意搬過來在這裏置業都有的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就交給Jerry帶我們去看看 我現在是在海恩新城碟翠園的這個小區的下邊 我們看看它這個商業街區現在是怎樣的環境 因為其實海恩新城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們剛才開車的話 繞了一大圈 你見到很多林朗滿目的鋪位 其實大部份都已經營業了做生意 而且我們在街區上面找車位 拍車都非常非常困難 很不容易才有一個拍到進來的位 拍路邊又不夠膽 因為始終擔心會抄牌 抄一次就整兩塊水了 我們就選了其中一個碟翠園這裏 可以見到海恩新城這些商店的其中一個 見到碟翠園樓下 你一排過來 舖面是全開的 看看能做到哪些生意 例如說有些地產公司 有些窗簾 有些美容診所 洗衣店 有些零售 就在這邊 而回來這裏的話 再繼續向前面的話 就會有一間 我們的ICBC 再走前面一點 也有一些地產店 還有一些 賣茶葉等等 因為其實 商店能夠營業得起身的話 就證明了這邊有一定的人流 才會做得到整個生意 而且它在開業率高的情況下 就代表這邊的居住人流都是OK的 這間花舍 不是花的 我們看看 碟翠園上那些入住率都很高 好像露台 那些窗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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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那些窗簾 是落滿了 住滿了人的 這裏有一條街 過去前多一點點 去到小區的入門位 入門位再走前多一點 這裏街區一直這樣延伸下去 一直這樣延伸下去 我們不如駕車 就這樣轉一轉 拿個鏡頭看看 因為這裡實在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逐個逐個小區 這樣走一走在門面的話 我覺得 都要非常非常長時間 至於它是這些小區 樓下自帶的住宅底層商鋪 即是住宅底箱 它都可以滿足我們日常的一個消費 購物 都是足夠的 好了 我們轉個鏡頭 是通過我們在駕駛車 周圍繞一繞 看看其他幾個小區的住宅底箱的情況 現在在疫情之下 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我現在身後的這個就是 海鷹新城三陰的一個海鷹學校 都是這一帶的一個名校 現時學生正在放假 我們看到這間學校的整體規模 其實都相當之大 如大家的畫面所見 其實整個海鷹新城這一邊 現時一些對外街鋪的鋪位區域 即是一些雙圈 一些街道 其實大部份的鋪都在營業 以及經營得不錯的 你說會不會找到一些急鋪呢 可能有 但是眨眼看上去 基本上全部的鋪頭 都是做到生意 沒有說關門 關了門 要招租等等 反而這個現象是我們香港 部分以前租金比較貴的區域 就很容易找到 譬如說我現在下去銅鑼灣 可能在SOGO後面的街道裡面 都很容易找到兩三間 已經關了門 是要等新租客進鋪的鋪位 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項目其實對比起十幾年前 即是我的前輩所說 比較十七九空的社區 其實現時已經很不同 因為多了很多本地人 中山人是盡住了 住在裡面的 所以整個區域裡面 就算你說過去這兩年半 很少港人回來度假都好 這邊的街鋪仍然是經營到 不需要靠一些度假客回來 才有生意做 原先我一直以為 海恩新城 賣光自己在高球場伴 和湖伴的那些產品之後 接下來就是海恩有一城 大概都是在八年九年前 開始發售的一個新的組團 之後我就想著 已經不會再有土地 是由雅居下去開發的 就是說整個項目 算上海恩有一城去講 都已經發展了 不會再有扭 但是早前我們也說過 這個項目還有一個最新的組團 叫做海恩雲頂 也可以說 如果你要進入海恩新城 最後的一個機會 最後的一個組團 如果你是本身很喜歡這個社區 又不一定要考慮二手 是想買回一手為主的話 那海恩雲頂的確是可以考慮一下 當然啦 我自己上次也有說 它的價錢就不算得上很便宜的 紅塵裡面都有好幾戶是未回來的 整個屋苑是比較寧靜一點 否則的話 其實這個項目 你仍然是可以考慮 因為它的環境仍然是相當之舒適 那我們接下來就給大家 簡單去看回我們之前 主持到訪這個項目 看海恩雲頂的時候的一些示範單位影片 現在看海恩雲頂102平方的這個戶型 三房兩廳兩個衛生家 OK 入門都是鋼甲門 這個膠樓標準的 左邊就是這個廚房位置 L型的廚房設計 標準的方態的三件套 加上這個其實是原樓的位置 好像我們放熱水爐的 這些廚櫃也都做好了 有一個非常大的位置 可以放到一個雙門的雪櫃 OK 入門回來的話 再看看我們這個 非常方正的一個飯廳和客廳設計 1 2 3 4 都整個有3米2的一個開間 用眼修看到都是交付標準 冷氣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自己去做的 收回來 這邊呢 向頭就可以看到我們小區一個圓林的景觀 這邊是屬於南向的 OK 好 再去看看 這個 休息區先 右邊 這間客房可以拿去做書房 或者做休息區也可以的 它是和陽台連同房間 鏡頭左邊是乾濕分離的衛生家 好了 還有一間小房 最後是主人房帶套巾 可以的 衛生間的交標都是一樣的 和鏡頭所見 好 最後就是我們這個主人房的位置 可以看到其實它這裡 正常很多其他屋間是有窗台的 但是它這裡是沒有了 所以大大的空間實用率就高很多 而且這個窗位 有一種幾乎近乎於全屋地玻璃 這樣 所以增加了裁光面 其實真的 漂亮很多 而且這裡放一張咪八大床 還有很闊的位置 可以放到衣櫃 和他們的兩個床頭櫃 這隻就是一百零二方三房的湖形 若然你真的對海鷹雲頂感興趣 我們這裡讓大家看看海鷹雲頂的位置 其實你說要去海鷹新城的社區 和去湖的部分 都算是近的 至少是比海鷹遊一城近很多 因為海鷹遊一城是去了另外一邊的組團 假如你覺得海鷹雲頂 無論在價錢或位置上 都不是你最想要的產品 都不要緊 今集這條影片也可以作為一個資訊 讓你了解雅居樂當年 在中山這裡開發一個這麼優美的項目 還有這麼多港人 甚至乎是一些中產 可能是律師、醫生等等的人士 是選擇了這裡做他的第二家園 那到底有什麼吸引力呢? 我相信這次的影片 我們的航拍畫面 以及Jerry的講解 以及我本人講解等等 都能夠讓你了解清楚這個項目的底韻 那假如你是對這邊一手半行雲頂 又或者這個社區裡面的二手樓 是感興趣的話 想了解一下更多的資訊 也都歡迎你聯絡我們 今集的內容來到這裡 有意見要發表 歡迎留言和大家說說 下條影片再見 請記得點鐘 然後記得訂閱 請訂閱 新的售后服务,成为你置业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如果有任何查询都欢迎你电话先联络我们 我们承诺一定会尽快提供各下所需的资料和解答你的疑问 我们期望为每一位观众客户 乘得最理想的安乐窩以至是投资物业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自家兄弟频道 可以现在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了 下条影片见,拜拜